问五月天演唱会邀请的嘉宾 参资能有多大 有的直接控场 有的却恨不得直接找个地缝钻进去 尴尬的抠脚 就在最近的鸟巢演唱会 五月天邀请华晨宇作为嘉宾 现场不仅被人大喊下去 还遭遇了五月天粉丝的两轮冷场 甚至在演唱歌曲后退场时 华晨宇也没有迎来预想中的欢呼声 可见当时的场面十分令人尴尬 谢谢大家 本以为场内已经够热闹了 没想到场外的两家粉丝 更是化身修罗场 全体都玩起了预言艺术 我在这里在哪里 你们迷惘了不去 我们都想起 五月夜 五月夜 八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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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夜 不得不承认 这邀请嘉宾还真是一门学问 如果邀请到粉丝喜欢的 那便是全场大合唱 我先跟你说 给他们轻唱 他们会吓死你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个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 真的耶 2018年 五月天世界巡回演唱会 邀请到了周杰伦作为嘉宾 在演唱双结棍后 周杰伦顺口的一句 谢谢五月天 直接就反客为主 让阿信都被迫营业 变成了嘉宾 五百的控场能力 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 而在来到五月天的演唱会上 一上场就仅用几句话 就完全变成了他的主场 他们合唱的挪威的森林 简直是燃爆了 现场的欢呼声和合唱声 都差点把屋顶掀翻 估计五百也深知 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没法唱 只能去其他歌手的演唱会上 才能扳回一筹了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不奇怪 但要出现在五月天的演唱会 并作为嘉宾 这就一定很出乎意料 合唱版本的伤心的人 别听慢歌 现场很炸 一下子就燃起来了 黄渤也用另一种方式 拐弯抹角的 完成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不快乐 不快乐 不想乐 不快乐 只吃了此刻 不断不许放弃快乐 不快乐 不想乐 不快乐 不要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是音小六 我们下期见